而在英国的COMGate 品牌里面 我相信Audiolab 也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品牌 Audiolab 的样子 即是百千是千年如一日 Audiolab 其实已经被IAG 集团收购了 但品牌继续,产品也继续 最近试了新产品,但与其说是新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新不新 因为看到样子又是一样 里面的功能又是一样,什么都是一样 型号由8000 给到6000 什么都是一样,有什么新呢? 有,我试完之后,我猜错了它的价钱 大家好,我是国人,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产品就是Audiolab 早前出了M-DAT,8300 系列,M1,M1,M1 其实有很多款 但6000系列就是back to the basic 去到最原始,最原始的8000 系列的样子 即是方头方老一样,又不太大一样 然后它有两款型号,很简单 一个是6000A,是一个DEC M 它有解码,两声度当然 另一个是6000CDT 其实是一个CD transport 我们现在开箱看看 好,这个是扶持 遥控器,和英式电源线 好,底部呢? 283 亚 电压输入,似乎不是Universal Voltage CD, Lock-in CD Tray 基本的CD控制 IC电源炒盘,Fuse 键,开关键 接着,很简单,因为它是CD transfer 所以只有RCA 的数码 同族SVDF 输出 和TOS 拿光纤输出 仅此如意 第二部 6000A 合并式抗摩机 咦,一个遥控器 不是很似,是直接一样 所以可以直接 换句话说,如果是一套西装玩的话 你是一个遥控器 封准了两部机 一样的尺寸 不过,顶部就开了一些洞 因为要散热 前面有Headphone 6.3 大头 开关键 红外线输入 Wallum 键 模式键和信源输入 开关键IC电源插 接着,两组Binding post 标准东西 但都可以插到大小小的线 蓝牙,天线 咦,有蓝牙 1,2,3,4,5 有五组RCA 立体声的输入 其中一组是唱头放大 所以有一个关键 我相信这个是MM 唱头放大 其中另外还有一组是Power M 接着,另外还有一组Po 咦,即是可以玩前级 可以玩前口级 可以玩by M 可以当作Power M 都可以 都可以 四组数码输入 包括两组RCA 的SPDIF 数码同组输入 以及两组TOS LINK 光纤输入 电压都是282-284 这两部机 在我的重量已经告诉你 一定有牛在里面 都是Analog Power Supply 我想开来看看里面 有什么可以看 CDT 首先是用Slock-in Slock-in 放心 不会弄花碟 我试了很多次 不会弄花碟 Slock-in 唯一的不好处 就是三寸点的话 你要加个Cool 才行 Cool 难找 操作的噪音是小的 顺畅稳定和宁静 影响着你当时 这些CDTransport 有没有解码 其实大家都猜到 里面真的没什么 拆出来里面看 果然真的没什么 但是 估计不到的一件事 就是 这么数码化的器材 它竟然里面都给了 Analog Power Supply 它都给了一只环牛 这一件事 我真的有点估计不到 CDT 里面这么多空位 那6000A 会不会都是呢? 但6000A 我一拿上手 我就知道不是了 因为里面非常重 拆了不知多少颗螺丝 它有很多颗螺丝 我真的不明白 有这么多颗螺丝 真是给我们了 首先 一只超级无敌的 大环牛供电 Analog Power Supply 然后 即是坏牛是 蜘蛛牛 不是那些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牛 然后它有 15000Mbps 的 磊波电容 即是大水塘 有4G 火牛是200 VA 功率是8Ω 每边50瓦 很坚实的50瓦 解码部分 就是用 ESS 的解码芯片 亦是当今音响的标准 当今音响的标准 说一下声 但在说声之前 我先讲一下价钱 6000 CDT 纯CD transport 有Analog Power Supply 是环牛的模拟供电给它 建议零售价 3980元 6000 A 是一个解码连扩音机的 器材 建议零售价是6600元 说声 我用价钱来比较 首先这么多年没有试Audio Lab 我开始以为它是面目全非 但是由 拆机体里面 到开声听 它是保留Audio Lab 那个声 当然Audio Lab 这么多年 就不是 sell high-end 所以它的影子 就不是代表 很 high-end 的声 但反而留下的就是 声音的厚度 以及 音乐的味道 就起来 我拼它 我也是拼回最近经常用的书架喇叭 Acoustic Energy 的AE-1 AE-1 是难推的 6000 A 推它 其实50哑 我觉得它有点吃力 我都开到它比较大声 因为它是一个Class AB 的A-M 所以 你可以很正常、很线性地去对它 因为我担心开到最后 它会脚软的 即是你一路再开大声 它已经 不会再大声 又或者它的动态已经 都掉了 但是没有 去到过半的音量 它已经够了 它的拿捏 一样东西都整整齐齐的 当然 它比较斯文一些 比较 内念一些、静态一些 很久没有试音量 我打算它里面一定会弄个Class D 耳探 或者是一些 不知名的火牛 或者不知名的电容 那 真的有点想不到 几千元的扩音机 很难会给一个 珍珠牛 都算是落得很足料的 机 而且是有牌子的 你是想买一些传统设计的音响 即是标准尺导 里面要打出来 打开来看到 最标准的设计 最传统设计 价格上也不能预计太多 这个西装 应该都挺适合你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 很传统的音响品牌 Audiolab的6000T 和6000A 一个纯CD转盘 和一个解码连扩音机 一个很classic的设计 很classic的用料 一个比我想象中便宜很多 的价钱 第一套西装 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有拍片的朋友 请点赞我 未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 订阅之后 记得按着频道旁边的小铃铛 有心理出 你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留意一下 因为有时 它有很多 过时过智有套餐 价钱更加之 吸引更加之便宜 如果想知道这套机 什么时候想价 什么时候套餐 我在影片的说明栏 都会放了 格格网的链 格格网的链 应该会有 更新的资讯 有兴趣的朋友 去够够够吧 OK 下次再见 拜拜